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环清饰品微针的操作饰品 我们这个有三种针头 十针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炎成纹一条的那种 或者是做一些死角部位 这个二十五针它主要是做面部 还有个六十四针 它主要是做肚子一些肥皱纹之类的 面积比较大的位置 三种针头 然后我们操作之前先把针头这样子装上去 这里先卡这边 然后这里面有个卡位 这里这个针头这里对准这个位置 要把它压进去 压进去再形状一下 这个嘴对准这中间那里就OK了 要把这个管插进去 这里是一个过滤器 一次性过滤器 比如说一些粘东西 它会经过这里的过滤这样子 然后这里是一个开关 它主要是关那个屏幕的 这里把它打开 这里开机显示两个 一个是A一个M A的意思就是面部 M的话是身体 来我们进入看一下 点击一下 进入 这里是面部 这里也可以选择身体 这里是身体界面 面部界面的话 它有几个区别 这里打的深度 面部最高 我们只能调2.0的深度 然后射屏这里最高 只能调150瓦 这里最高能调0.6 这里是负压 这上面的话是一个清零 次数来的打多少发 它这里会显示 然后这里面部 它有几个部位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这个部位 这里一般这个部位 比如说打0.3的深度 然后这里速度就是射屏 在皮肤里面停留的时间 这个吸力 这个80 然后按保存 下一次你按这里的话 它这个位置就会显示 刚刚之前说 调的能量 就是说哪个位置 是可以设定好在这里 一般操作的话 深度的话就看你做哪个部位 不同部位它深度不一样 那这个是速度 速度的话就是射屏 在皮肤里面停留的时间 如果是调的越大 它停留的越久 越久的话才感觉越热 一般我们操作的话 一般是调0.3 这个吸力这里调 吸力0.1到2 这个射屏能量这里 一般调到78 70到120瓦左右 先从70到80瓦左右 这样子的数值先操作 就是这里跟这里 是一个射屏相对应的能量 这里是控制它的总能量 这里是控制它输出大概多久 这样子 一般这里调整 这样子调 这个面部的话 然后这里是暂停这个启动 现在可以操作 它是先吸起来 然后再按一下按键 它就直接砸进去 这样子 在这个身体界面 身体界面的话 它最高是可以调到3.5的深度 然后它这里最高调1.5 不过一般操作的话 不要超过1.0 这里的停留时间 一般的话身体的话 也是0.4到0.6之间就OK了 这里是吸力 然后能量的话 一般调到80到100左右 这里一般调到0.4 能量一般身体的话 调这个值来操作 然后也是这里暂停 这里是启动 然后我们这个也可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 暂停之后 长按这个位置 大概7秒钟 这个是射频能量大小 这里一般建议不要动它 我们固定好这里面 这里不用动 这是可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 这个中文可以进入 它会显示中文 这样子 一般我们都是默愿 开机是英文来的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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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感谢观看